教育部宣布,从今年底开始,美所理工学院和公益教育学院将有6名全职教育与职业辅导员,目的是协助学生发掘学习兴趣和本身强项,以便在教育和职业方面做出更适合自己的选择。 教育部长王瑞杰参观共和理工学院开放日誓表示,将录取48名全职教育与职业辅导员,他们不但掌握不同行业对人才需求的知识,也了解市场提供的最新就业机会,因此可以更好地给予学生指导。 理工学院及公益教育学院应用学习教育检讨委员会早前曾经建议,应该在这方面给予学生更多的支持和引导。 共和理工学院也同邱德巴医院合作打造新的教学实习药房,这是本地第一所推出这类药房的理工学院。 教学实习药房模拟医院药房的设备,为药剂科学生在配药方面提供实际的培训。 教学药房拥有600种药物,让学生在投入实习之前掌握临床知识和配药技能。 随行的卫生部政务次长费少尔副教授强调,这对日益增加的医疗服务需求非常有注意。